然后呢往卡卡里面发消息 我们已经会了 今天讲一下这个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读文件 可以吧 咱们都知道在unix电脑 在那个服务器上 会有个tell-f是吧 那是干什么用的 以指定一个日志文件 什么相当于一行一行的 是把他最后的那个 新添加的内容是不是输出了 这个咱们用的是一个第三方的库叫tell-f 这个就是模拟的那个 啊 linux套作系统上那个tell-f 能理解吧 啊 他是干什么用的 他也是 一点一点的从文件的这个末尾去读取数据 读取数据 读取数据 那他这个包呢是这个这个哈 tell 然后我们写一个 写一个demo叫 tell-f demo 后来就直接写demo 更加好demo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叫me 1.go tell funk me 刚才是不是写了这个 import 这个啊 这个是不是要去下载一下 下载一下下载一下 下载一下 tell吧 tell 他这个包的名字叫tell go get一下 是不是一点V1.0的版本呢 对吧 好让他下载吧 应该没什么问题哈 然后我们看看 没问题是吧 我们看看他怎么怎么用的啊 在这里面 呃 首先呢是不是声明一个日志文件 然后呢 还是到一个config 对吧 告一个config 然后 对一下吧 这里面 这 啊 就直接的逆下车里 就直接这么写啊 比如说这个fail name 要那个小写的吧 fail name 冒号等于个什么呢 咱们是不是找一个 我在我在我在哪里呀 找在c版下面吧 c版下面 找一个 找一个什么来的 找一个什么来的 就咱们就个叉叉点log 好吧 c盘不行咱们就找个d盘吧 可以吧 叉叉点log 然后 config冒号等于tell 这个包的名字叫tell 叫tell tell.config 放大一点吧 tell.config 是不是就配置文件的 这个reopen什么意思啊 这个reopen和foto是干什么的 比如说我们日志文件通常会有个什么操作啊 比如日志文件到了某一个一定的大小 是不他就自动切割啊 叫rotating 就是切割啊 他切割之后呢 他就会跟随你那个 那个文件名啊 你切完了之后呢 他会相当于reopen 是不是自动重新打开啊 能理解吧 reopen就自动重新打开那个文件 如果你日志文件 你本来就叉叉点log 等到到了一定 到了五百兆 干什么 是不是要自动切啊 这个叉叉点log会变成什么的 是不重命名称 叉叉点log 是不是一个data 后面加一个时间车 那是不是又新建一个叉叉点log文件 他就相当于他会自动的跟随你这个原来的文件名 并且重新打开 能理解吧 做的比较高级一点啊 高级一点 然后这个location是什么意思呢 你从你这个呃 打开这个文件中 你从哪个地方去开始读数据啊 我们这里是干什么呢 是这个啊西克音负是offset是零啊 问死这个问死什么意思啊 这是个应该是个啊 这那个跟那个什么来的 跟那个操作系统什么 你那个操作系统上面有一个这种配置啊 他应该就是跟西克相关的 这个地方是这个这个地方是从恩的 这个二应该表示恩的啊 恩的看这个吧 他是用的os.seq 啊就你指定个什么数 他这里面有个有个应该是有一个 有个二什么的 二是表示从文件的末尾去读 从文件末尾去读 这个master exist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这个文件不存在的话 这个是给他改成false啊 就是我允许这个日志文件干什么 没有啊 不存在 这个破是吧 就是轮循的方式吧 好 好 再往后 我们看看 什么意思啊 这是tels啊 他这个tel.tels tumor tel.telse tel.tels 是不是有这么个函数 他接收什么呢 一个文件名儿是吧 我们就把上面的FailBNM给它传进来 还有一个config 把这个pg文件传进来 他返回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个sustáo还有一个错误 对吧 和一个啊这样的冲突的是吧 Fill4 加S吧 好吧 那么加个 arrow 一定注意了 他这个帮名叫太好 你不能有个变量 也叫太好 容易出问题 然后写上什么呢 答应一个提示吧 答应一个 答应提示什么呢 就是tail fail tail什么呢 百分号S吧 fail的 arrow 百分号V -n 打开某个这个文件 出错了 然后错误是什么 都给他传进去 然后最后直接retend了 可以吧 好 这个tail的字 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返回值 这个 是个啥东西 是不是个结构体 看到吗 结构体 结构体里面注意看 哪个地方 第一个 这个东西 Lines Lines是不是行的意思 多个行 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Channel 是不是一个通道 说明什么 它其实 它打开这个文件之后 其实它这个后台 做的什么 什么事情 是把一个文件里面的一行行读取出来之后 放到了自己本身的这个Channel里面 那你说以后我们要从读取一行行的读取 从哪里读取 从Channel里面读取 这个就是这么简单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 就是 打开 打开文件 是吧 开始 读取 数据 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后面怎么做的呢 下面是干什么 封装了一个是吧 封装了一个 声明了这个Message 和一个OK 这样一个标注位 写了个负寻环 死循环 一直在这读 一直在这读 复制过来吧 来这是开始读取数据 读取数据啊 然后呢 我为什么要封装一下这个提前声明一下这个Message和这个OK呢 因为你下面看什么呢 这里面是个负寻环 是不是死循环呢 他尝试着从你这个泰尔兹 上面我们写的这个泰尔兹 他这个类子 是不是刚才说这个什么来着 是不是一个Channel 这个Channel啊 它是一个 呃 点什么来着 是一个Line是吧 这样类型 Line这个类型 它是这么一个通道 然后通通道里面如果不OK的话 说明什么 是不是读取失败了 读取失败了 就把这个错误提示打印一下 同时我在里面什么简单的睡一秒啊 为什么要睡一秒啊 你的读取出来不了 读取不了文件了 现在你一直在读读读读读读 是不是就 就造了生的无效的这个 性能浪费啊 等一秒啊 等一秒 读取出错了 读取出错 读取出错 我就先等一会儿啊 等出错 等一秒 要不然呢 你会发现 那个中端上一直在 一直在打印这个 打印这个错误啊 一直在打印这个错误 好 下面这个地方 如果EVE过了的话 接下来是不是就走这一句 就把你的什么呢 MSJ.text 就把你这个 读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文本 拿到了 OK吧 好了 我们编一下啊 编一下这个 go 不要的 或者我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 地盘的这个事不太好操作 那我就直接在当前路律下造一个行不行 在当前路律下造一个啊 插插点了吧 那我在这里面是不是改一下 当前路律的话就直接点这个就可以了啊 go build 然后我们拿到这个叫 tale 不对不对不对 我在哪 我在在卡发卡带帽里面啊 在这个文件里面 go build 看到了还得go mod一下 go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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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信息 这个下载是没有问题的哈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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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点慢 别着急 这也太慢了 这是443了是吧 443了说明什么 还是得没有设置Progressy 哎呀 啊 sat吧 sat go pr o xy proxy 等于 https 冒号 三个三个这个叫什么来着 go pr o xy dlcn是吧 dlcn这个 然后再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你看他的前缀就变成了什么 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设置在这个代理啊 他这样拉取的话 你像go pkd这种往来他就比较快一点啊 所以是我推荐大家用go land的话 就是每次都是什么 用这个open 是不是打开一个新的项目 打开新的项目这样就好控制一点啊 好控制一点 好了 就好了是吧 go build 这个就叫tale.exe是吧 他说就系和这个东西是吧 就等吧 等了之后呢 我们要干什么呢 是要去在这个叉叉log里面我写东西了哈 我要写了 你去看哈 123 一回车 这再保存一下吧 哎 是不是有了 看一二三 我再写个什么呢 嗯 叫什么来着 其乐 融融是吧 今天我为什么会说这么个词啊 你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哈 他是要回车才算的啊 要回车才算 一回车 我保存一下 其乐融融 对吧 来个什么呢 你好啊 回车啊 回车回车才算啊 这是立马就 我这个文件里面写什么日志 这里面立马就能读出来 然后呢 我要把这个日志发送到哪里去啊 发送到卡夫卡里面去就可以了 那也吧 好了 这个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好吧 再详细的你 无计你也听不进去 可以吧 然后呢 你回去之后想一个办法什么呢 想一下咱们这个架构啊 架构图图已经给你画出来了 这个就在这个pdf里面啊 放到上面 一个架构图在这里面 然后你想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设计一下啊 怎么样去 比如说我这个log agent 里面都需要做什么事情 现在你知道了 他就是往卡夫卡里发日志 往卡夫卡里发日志 你会的 读文件你也会的 能不能把它连起来 可以吧 能不能把它连起来 然后还是想一下 你设置这个agent的时候 应该做什么事情 就是你这里面 是不是最后还需要用etcd 去管理你的收集日志的配置 对不对 那你原来不说 我可以搞成一个配置项 就是他收集啊 我的 某个网站的啊 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报告 是不是写成一个配置项 等到后期什么呢 我又加了一个新的业务 是不是又要得收集 这个业务下面的日志 你是不是还得再加一个配置项就行了 你就实现一个什么呢 我修改了他的配置文件 他能够自动的去 对应的那个目楼下去 找这个文件 然后去收集他的日志 可以吧 这个啊 搞一下 想一下这个事儿 配置文件怎么搞 今天咱们大概就说到这里面 好吧 今天的主要内容都有什么呀 讲的还是挺多的 对吧 挺多的 第一个就是make和new的 make和new的区别 对吧 好姐 好姐还记得吗 对吧 这个make和new的区别啊 就是我提问了好多同学都记不住了 这个还有context 今天重点说了一下context 还有这个性能调优啊 主要是一个火焰图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调动图啊 调动图 这两个图的一个图形化的一个展示 最后是日志收集项目啊 最关键的是给你介绍一下卡夫卡 是什么 组可以介绍的比较简单 你回去自己查一下资料 卡夫卡是一定要搞清楚的啊 我就跟你说了 然后项目的架构呢 我们给你画了图啊 包括我们后面要给他造成 做成这个完整的形状是什么样子啊 拿拿几个组件 带你写了一个网 使用购物语言网卡夫卡里发消息的这样一个 小程序 然后再写了一个从啊 用一个标准库 用一个第三方的库 啊 这个标准库 从一个文件里面去读他末尾的一个数据啊 这两个小程序 下周呢 我们就要把这两个程序融合起来啊 就把这个 刚才说的那个log agent log agent 咱们要实现一个第一版了 可以吧 log agent 行 咱们今天就上到这吧 好吧 赶紧回吧 赶紧回来 赶紧回来